安全电压其实是指不会让人直接去世或是致残的电压 电压低的话的确会显得比较安全 但是也会出现其他问题 首先要明确一点 110V不是安全电压 36V才是 安全电压不可能高于36V 持续接触的安全电压为24V 安全电流为10毫安 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知道 电机对人体的危害程度 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 和通电时间的长短 或者说电流强度越大 致命危险就越大 持续时间越长 死亡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所以说110V和220V 它们都可以电死人 两者作用于人体产生致命性伤害 所需要的时间差 可能不及一秒 所以从安全性来看 110V和220V基本没什么区别 它们对人体而言都不安全 大家好我是启明 欢迎新来的朋友 如果觉得我想的不错 记得点赞加关注我 一边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国家不采用110V的电压 原因有不少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在一方面特别羡慕那些 使用110V电压的国家 因为并不是电压低了就好 同比而言 人们发现使用110V电压 需要耗费更多的限材 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现在使用的都是220V交流电 只有少数国家在用110V 比方说美国 你可能知道 美国的民用电压标准 曾经变换过好几次 基本以110V和220V为主 不过它们最后还是选择 以110V为标准 至于美国为什么会选用110V 这其实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 爱迪生发明灯泡之际 他发现灯泡在110V状态下 运行的时候是最稳定的 应该是1879年 那年爱迪生成功制作出了 效果较好的碳斯白质灯 当时爱迪生得出了一个结论 其110V才是最合理的电压 自从人类发明了电和电灯 人们就告别了那些黑漆漆的夜晚 以后的夜晚变得犹如白昼板 这也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这里简单提一下 与很多人脑海里所想的答案相反的是 最初电灯的发明者不是爱迪生 严格来说 爱迪生只是改进了电灯 总的来说 电的使用确实让科技变得更加高端了 而且特斯拉发明交流电的时候 用的也是110V的电压标准 交流输电频率为60赫兹 其实 对于这时期的技术条件而言 交流电相对于直流电来说 的确有着巨大的输电优势 因此爱迪生的直流输电就被慢慢淘汰了 特斯拉的110V 60赫兹交流电 就这样在美国输电系统中一直用到新 现如今 美国的电气普及率已经很高很高了 这个时候 美国如果想硬生生地改成 220V电压的话 就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代价 对他们的线路 输电设备等进行大改造 最麻烦的是 绝大多数家用电器 在这之后都要加装变压器 才能继续使用 所以他们就索性不改了 看到这里 我们确实可以说美国人是电力应用的先驱者 不过历史上 当这些信息传到欧洲后 欧洲人就发现件事 人们认为 220V相对于110V更具优势 那时候 在科技等方面更强大的德国AG公司就指出 在同功率的情况下 电压在220V的时候 所需的铜含量明显少于110V 这样一来 不就能大大地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了吗 这一结论使得输电材料匮乏的时代里 更加容易普及的无疑是220V电压 所以欧洲人选择了220V50赫兹的标准 后来苏联用的也是欧洲的这一标准 大家知道 旧中国阶段里 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 经济能力也不行 因此能减少一点铜等金属的消耗 自然是好的 清光绪16年里 上海就用上了白尺灯 那时候的电压为100V 光绪27年 上海公共苏界开始日夜供电 此时电压改为了200V 新中国成立后 很多工业领域因为受到苏联的影响 所以国内电力系统也就选择了欧洲的标准 因为他们知道 220V最大的好处就是线路上的损耗 要比110V小得多 比方说 110V需要5平方的线路 若使用220V电压 2.5平方的线路就能满足它的需求了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电压的高低会影响部分电器的使用效果 如果说电压太低 你想让它运行高功率电器的话 具有可能会失效 这一点包括给手机平板的设备充电 可以肯定的是 充电的速度会非常慢 所以经常出国溜达的小伙伴就很聪明 他们到某些国家的时候会带上电源转化器 以上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当然 你们的每一次点赞转发 都会加快我的更新进度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